晓华 晓鸥 你没事吧 你别动 别动 不能动我 好好躺吧 感觉怎么样 我的后背怎么这么疼 像胡哨一样 晓鸥 我这是怎么了 胡哨 她的背怎么会这么疼啊 她的背缝合了几十针 麻药刚刚过了点 有创统感 后背受伤了 她一定会留下疤 还重了 没有人会料我了 晓鸥 对不起 他怪我 晓鸥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突然听不到了 你听不到我说话 我怎么听不到了 晓鸥 我怎么了 胡哨 他怎么会听不到了呢 我马上叫医生 我怎么了呀 别着急 别着急 医生 你请我嫁一下 听得见吗 医生 她的耳朵怎么样 你有没有做好四项准备 应该是车祸 撞击而导致那抹机械 有可能引起突发心而容啊 那她的耳朵能治好吗 现在不好说 医生 我想了解闻晓华的上情 晓鸥 你好好陪着晓华 好 行吧 好 行吧 晓鸥 医生怎么说 我的耳朵 会不会永远都听不到 你跟我说实话 你不要骗我 医生说你的耳朵没有大事 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我什么都听不到 我变成废人 晓鸥 你说我现在是不是个废人 医生说你的耳朵没有大事 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对啊 我的世界 净得可怕 可是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不怕了 我相信你 对啊 佳阳 有些话 我一直不敢跟你说 今天 我想趁现在全都告诉你 否则我怕我没有机会再说了 好 其实 跟周南离婚 除了他对我家暴 我自己也有责任 因为我从很久之前开始 就爱上你了 佳阳 我好后悔 当初不懂得珍惜你对我的感情 可能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 你爱我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 可当我发现我爱的是你 你身边就有了乔飞 如果乔飞他对你以后 他珍惜你对他的爱 我可能 会把这份爱永远藏在心里不说 可是他没有 他无视你的爱 你却因为他备受折磨 我看到你这样我真的心好疼 佳阳 我爱你 今天 我终于把这话说出来了 我会听到你说拒绝我的声音 我才敢这么说 这可能 是车祸带给我的唯一的好处吧 你不要再说话了 患者刚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很虚弱 让他好好休息 小华 小华听阿姨的话 好好养病啊 不要着急 你先好好休息 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说 小华 我怕我睡着了 你醒来你就不见了 你再多陪我一会儿 我什么都听不到 我好害怕 我这里没一颗真的啊 小华 快快快 别动 不能动 小华 你的伤口会崩裂的 小华听阿姨的话 听阿姨的话 你好好养伤 等痊愈了以后 一切再说行吗 小华阿姨再跟你说话 小华 相信我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都会照顾你呢 照顾你一辈子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这样 我一定会好好 努力好起来的 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 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 小华 我真的希望你 理性地面对这一切 我要提醒你几句 妈 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处理 你知道 你知道就不会为了乔飞飙车出车祸 你知道就不会内心感到内疚 答应照顾文小华一辈子 小华是因为我受的伤 我有必要和义务对他负责任 可是你明明知道 小华需要的不是责任和照顾 小华是需要你跟他相守 一辈子在一起 那就在一起吧 反正我是欠他 佳阳 你不能拿一辈子的感情当儿戏吧 妈 妈 我累了 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 让我心力交瘁 我觉得也许车祸就是个契机 也许我真的应该跟小华在一起 反正乔飞不在了 我跟谁在一起都一样 没有他的我 就是行事走肉 佳阳 你就为了这么一个乔飞 你要行事走肉 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佳阳你知道吗 你在妈妈心里当中 是个琢磨强大的男子汉 你怎么为了这么一点感情 变得那么脆弱 那一个乔飞 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 妈 能不要再提乔飞了吗 我现在只要想到他 我心里就难受了 我只希望小华赶紧好起来 只要他没事我什么都愿意补偿 你怎么补偿 等他康复了以后你娶他吗 儿子 你根本就不爱闻小华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以前我跟乔飞在一起的时候 您就反对了 你说乔飞的家境情况不好 现在小华的家境情况 您应该了解了吧 您为什么还反对呢 我就这么失败吗 难道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你都不满意吗 不不不 佳阳 你一定要明白 妈妈为你所做的一切 就一个处罚点 就是为你好 我反对乔飞 是 是因为他 他的人品 真的我没看好 还有 他接近你接近我们这个家 他的目的性极强 好 现在 让我没想到的是 乔飞他主动跟你分手 就说明我对他不了解 可是我的儿子 儿子 你看着我 我对你足够了解 我必须反对你跟闻小华在一起 那你要我怎么样 我现在去瑞士找乔飞 乔飞已经跟我哥哥在一起了 他亲口告诉了我 他喜欢的人是高家明 就这样吧 我觉得这都是天意 当初我跟乔飞认识的时候 我爱的反正也是小华 兜了一圈又回来了 乔飞的出现 就是个差距 乔飞和家明离开 你就和温小华在一起 那如果说 乔飞现在再给你打一电话呢 你抛下龙小华 又和乔飞在一起吗 我真心不希望看到你的 三百句是想错上加错的 不可能啊 即便乔飞给我打电话 我也不会跟他玩好 他们把我们跟乔飞给你打电话 毕竟是他坚决地放弃了我们的感情 你 李雷 我终于找到你了 高帆院有急事需要你帮忙 商务部重要会 要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我知道你对高帆院有意见 可现老田出任务不在 我们接到紧急通知 需要音法双语交传 只有你了 我知道了 我先来过去 谢谢你 教育 别这么说 我也是高帆院的一份子 我去看高帆院 感觉有没有好一点 还是很疼吗 好 我 我后背那么长一点伤口 当然疼了 过 我更疼的是心理 我那么多条落背的万礼物 现在都缠不了了 都是我害了你 佳阳 人只有经历生死 才能发现 谁是最爱自己的人 大夫 我不要再试了 带了这个也没有用 我 我不要再试了 小华 小华 我们再试一次好吗 再试最后一次 好 我听你的家呀 爱会产生奇迹吧 护士 那咱们赶紧给她试试吧 好的 程先生 温小姐也就听你的话了 你能清楚听见我在说什么吗 小华 小华 能不能听见我们说话 我怎么还是听不到 我怎么还是什么都听不到 大夫 他怎么还是听不到 这款注定器的分辨率是相当高的 况且他的片子也显示了 他的这个内耳道 还是有知觉的 怎么会呢 可能是 机械震荡神经 这样吧 我去请神经科的大夫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大夫 大夫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还听不到 我怎么听不到了 彩震荡 不要 彩震荡 我是不是永远都听不到了 彩震荡 别激动 咱们慢慢治疗 一定会好的 什么都听不到 不会的 不会的 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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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别的 怎么了 怎么了 来 加油 我可能 永远都不能比婚纱了吧 小花 别这么想 我知道你在骗我 谁还会娶我 你会娶我吗 我就知道 我娶你